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來到溫哥華很傳統的陰雨天 冬天都是這樣下雨 可以戴帽又可以不戴 已經濕濕了 我們今天來看甚麼呢 跟大家分享一個我們準備上盤的Listing 它是一個溫哥華單攤的Investment Unit 細小的一個一房單位 當初這個客人選了溫哥華的時期買入 他買的就是Vancouver House Vancouver House的發展商是West Bank 這房子也挺有名的 有很多不同的原因出名 一來是West Bank的發展商 二來是建築 稍後跟大家分享建築細節 三來都有很多很漂亮的會所設施 大家看到有一個室外但暖水泳池 你簡直看到它是出煙的 我摸下去是很暖的 這隻暖的溫暖度感覺上是Hot Tub 雖然那邊還有Hot Tub 還有一個很大的gym 樓下都有超級市場 幾間餐廳 London 作賣的 很方便的地方 稍後再跟大家去那裡看看 趁現在走到平台臨注意這個機會 跟大家分享建築物的外觀 為甚麼最初的典故為甚麼會這樣建 當然美觀拿獎拿設計 當初的建築公司是B.I.G 就舉世文明了 為甚麼會這樣建 其實是很有趣的 因為大家如果有高空來看 這個我們旁邊就是Granford橋 我們是剛好由Vancouver入單灘的一個 好像是一個口的位置 這邊就出單灘 那邊就入單灘 這裡有一塊三角形的土地 而且是極之近的橋 市政府去規劃的時候 這邊芬哥華政府那邊建樓 都有很多的松寧 很多的敗樓去規劃 它建這個樓 大家看到我們之間其實是很近的 如果是地面比較低的一個高度的話 我們那個建築物必須要跟那條橋 維持30米的安全距離 但是去到的空間 即是空中某一個距離之後 就可以擴闊了 當初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設計就會出現了 大家現在看到 在比較低的地方 即矮的樓層 它其實是一個好像三角形的底座 慢慢去到上空 形成了舉形的一個正方體 長方體 在視覺上的效果 感覺上就好像扭曲了一個螺旋紋 或者一個少許旋風的形象 這個就是它當初的外觀設計 這個可以說是一些 未來主義 現實主義 它使用的材料都很現代很modern 我現在看到這邊泳池 這些應該是石 石和tiles的組合 然後這些就很多是木材 那些一個個好像盒的單位 飄出來的露台 我看到它外面的建材 都應該是一些金屬 金屬材料 是否鋁合金 還是鋁 所以整個建築很有型 我們說完這個建築的外觀之後 就和大家看看我們今天的投資 單位面積比較小 純粹是買來投資 現在也有租客住 而且住得挺骨子 所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這次的單位 就會在鄭 現在是八樓 八樓其實就是Amenities 即是會所設施的那一層 剛剛這些都是Carmen Area 然後其實橋就是這個方向 它在這座建築的前方 它這個是主流 還有幾座小建築 擋一擋Granford橋的聲音 因為其實這裡出去已經是Granford橋 大家看到那裡已經開始高了 Cross Over就是Vancouver 我們後面是Downtown 它遮遮一些聲音 現在我們向上看的話 都會看到它的單位設計 跟我們平時看到的建築很不同 我們平時看到很大路的建築 可能是由底到頂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 很少會有一個這麼有設計感 或者比較有特色的東西給大家看看 而且據我所知 Vancouver House 基本上每一個單位都是獨一無二 是當初BIG去設計的 所以其實不會說這個織 不會說去到九樓、十樓、二十樓 去到二十樓、三十樓都一樣 我們現在就去看看單位 這個單位是同層的 都是在八樓的 我們現在經過了Lowby Area 其實這個Vancouver House 都挺多部升降機 我們屬於比較低的樓層 所以我們主要都會用 近我們單位的這兩部升降機 其他的升降機會上高樓層 大家推開了門 首先它是很重的 基本上是金屬鐵 是金屬鐵 你看它的架位是很粗的 而且這裡有一個反開的位置 手可以伸進去方便 拉門推門 整個很重 另外就是輕輕地關門 它卡住就沒事了 但其實如果這樣拉一拉 就已經是鎖了 例如我現在再推 即是怎樣推都推不開 所以其實是一個自動的功能 門口一進來就沒有太多浪費 兩邊是洗手間 這邊是房間 這個單位是644呎左右 一房單位只有一間房 現在放了Queen Size床 它是比較窄的 所以大家看到放了大床的空間 這個窗戶門是左右推的 中下居住在這裡 裡面很多個人物品 就不推給大家了 但知道的是它裡面有櫃 有些櫃子在這裡 上下隔有些櫃桶 沒有啊 我有 我已經說了給你聽有 我已經說了給你聽有 你也要說沒有 不是這樣看不到 就沒有 然後呢 這裡有個門 可以去到露台 大片的Glass Door 另一個特色 我剛才走過整個 Unit 現在跟大家去看 就是它單位有大量的採光窗 全部都是大片的玻璃 它都是用鋁的框架 然後就比較多採光 現在走進來就已經有客廳飯廳的位置 這裡一樣 有兩大片Glass 這個門又可以出到露台位置 這個露台是單位其中一個露台 它是一個露台位置 那邊就是很低 但就算我現在站的這個位置 其實也不濕 可能是因為我一邊看上去 其實一直飆升 你看到那個建築 不一定有些單位越突越出 所以這裡都可以 前面就看到有點濕 除了這個露台 那邊還有一個好像花圃的空間 跟大家去看看 這個看進去就是剛才的房間 這個花圃 現在冬天沒辦法 比較醜一點 夏天的時候 種植物就會很漂亮 這個角落都可以 挺舒服的 然後呢 這個外面就是Common Area 剛才跟大家走到前面的花圃 好 我們看完這個露台之後 繼續探索一下單位有些甚麼 現在租客的擺法 就是把飯廳減散了 稍後再看看他們 稍後再跟大家看看他們是怎樣吃飯的 其實這個單位原跡的設計 大家可以看看上面是有一個燈罩的 所以當初的設計應該是廚房在這裡 這個小小的走廊位 可以放一個二人的餐桌 然後我看過梳化後面其實是有電掣的 有天線那些電掣 其實電視位放在這裡 這裡就再放一個梳化位 但是客飯廳空間都會攪拌了 所以現在看到租客就用了另一個方式 就是做一個比較大一點寬敞的客廳 這邊就多些空間走廊位 它的主食和大家介紹一下廚房 廚房 Wespan用的電器全部都是MIRR 包括它有4個GAS的爐頭 然後這裡就是MIRR的焗爐 然後洗碗碟機是比較小的尺寸 考慮到這裡是一個比較小的單位 都是MIRR的小尺寸 洗碗碟機不是24吋 但SYNC很大 比較闊 然後下面也有儲物空間 我覺得它比較有特色的就是它這個金色的背景 進來的單位就… 因為它大部分的配色都是白色 上下檯面的檯面 這些東西都是白色 然後配了深木色的地板 這個金色其實它是甚麼來的 它是甚麼來的 是一些膠 是玻璃 它是玻璃後面應該再加一張彩紙的設計 它是挺點精的 然後它的貴身和桌面空間都很足夠 有些燈 然後大家會看到它的燈都掉在天花板 好像這裡還有一個座落式的插電 所以它是不容易蓋上去的位置 優點就是它令到你這張牆身就完整 沒有那麼多插制一個角色 也是很便捷 用的時候拿出來不用的時候收回它 而且它的美觀性都有 但它的缺點其實是會佔用了你櫃的空間 因為放這組鍵 所以你上面的櫃是沒有了一個空間 在後面這裡 我還發現這裡有一個特大櫃桶 這個就比較方便放東西 因為有時候大家可能控制不到家裡的鍋鍋 如果硬分開兩個小的 萬一很大的鍋鍋 一放就放不到別的東西 這個我覺得挺好的 就是比較大的空間 然後還有兩格櫃桶 好 儲物空間就和大家看得差不多 這個單位還有什麼未看的呢 雪櫃在這裡 忘記了 雪櫃就放在這幅牆 其實它用了所有空間 雪櫃都是Nila 上面是雪櫃 下面是冰櫃 雪櫃的旁邊就是洗衣機乾衣機laundry 洗衣機乾衣機都是Nila 旁邊還有一些位置可以放清潔用品 這個單位一房去到這裡其實就差不多了 還有一些面積去哪裡呢 就和大家分享一下這個 我比較少在單位裡面看到的長走廊 這個基本上由我走到尾都可以走六七步七八步 它其實是一個長條形的空間 這邊我後面就是長身 前面就全部都是Glass 中間有個主力牆 這些全部是一塊一塊的玻璃 看出去走到這個位置就已經看到半邊天了 就是前面的位置就被這座三角形的建築遮一遮 那個建築的作用當然會遮一些景色 但其實它都遮了很多Granford橋的聲音 來到這邊開始就看到一些高一點的建築力 另外就是剛才說了我們有兩個露台 一個我們剛剛出去看了 另外就是這裡飯廳和書房位 還有一個露台的空間跟剛才是差不多大 這邊也有道門可以出去 而且都是遮蓋的 現在的租客其實如果我在第一天看到 那個職位的主持人給我的時候 我都在想怎樣去製造這個空間 好像不是很實用 用不到不知道怎樣用 我當來現場看到租客 大家剛剛看的照片都看到他們 單位都裝飾得挺漂亮的 他就把餐桌位放在這裡 他們兩個人住 所以兩張桌子都舊空間 也有些東西可以看看 因為如果這裡都是長 就真的很局促 但如果全部都是Glass 有些太陽 還有這個單位是向東的 下午就差一點 但早上起床 早上起床是很好 後面這個位置 剛剛好都可以放到一張書桌 這張書桌其實也算大 因為這張其實是IKEA的餐桌 不是IKEA 不是IKEA 搞錯了 這張書桌也不錯 我重新說過 這張餐桌也算大 餐桌之外 他還在後面這個牆身 還有一個裝飾櫃 所以這張書房也不錯 還有一支望遠的 還有一支望遠的 這張書桌也不錯 很厲害 觀星 是嗎 不要碰他的東西 不要碰他的東西 不是呀 不知呀 忍不住 這張書桌看完了 它全部 West Band當初也有這些 它又不是完全黑色的 即是黑色鏈 遮一層光仔 傳了光進來的窗鏈 我們順便去露台外面看看 一樣都是長條形的空間 露台這邊向東 這邊向北望回到單攤 然後上面也有頂 它的頂部 大家都看到 它也不是普通的水泥就算了 它應該都是金屬板 整個設計 跟我們剛才看上去Vancouver House 其他單位的底座是一樣的 這些材料都是金屬板 然後來到這邊 最後回到門口位 這裡有個隙間空間 主要是放衣服 然後這一個就是洗手間 大家可以過來看看 洗手間的話 它是三塊的 這個叫做有洗手盆 有一個桌子 桌子裡面還有一塊鏡 方便大家用 下面有些儲物空間 然後有一個洗手桌子 有一個洗手桌子 全部都是鋪了一些材料 然後下面都是一個材料的底座 然後還有一個桌子可以放東西 現在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建築的資料 還有這個單位的掛牌資料 我們是Vancouver House 這個建築地址 地址是1480House Street 其實Granford橋 一落橋就已經看到了 附近有些停車位 這個單位是801號室 644呎左右的室內面積 有一個車位一個Locker 現在屋主由一開始交樓 已經出租了出去 2800元月租一個月 連車位Locker一起租 租客就是一手租客 基本上由當年交樓開始住到現在 目測所有東西都保持得很好 亦有做自己的Decorations 都是負責任 沒有太遲交租的租客 我們會在星期一上樓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約回來看 除了一個泳池之外 還有其他設施 例如健康 我們可以過來看看 其實這個健康的名字 叫做House of Concept 它是分開了 有住室內可以去做健康的部份 但是街外的人 都可以來這裡訂閱一個參加 另一邊有室內 做不同的健康 我們去到住室內看看 這邊進去就已經是住室 其實有個這些房間 大家可以看看 現在很暗的 很暗的 哇 有什麼來的 那些Boxing 另外再進去看看 紫外燈 對 整個健康的設計都很有特色 我覺得 是的 我其實也是第一次來 這邊有些不同的房間 都有些不同的健康房 這邊外面有些 裡面也有些活動 大家可以看到 舉重的房間 舉重的房間 它也有很多部機 然後有些面膜 然後這個裡面就是瑜伽房 好大 這邊就是一些單車機 彎船機 單車機 這裡一路可以看到 去Granville 橋 這個爬樓梯機很棒 一路去到這個角落 整個都是落地玻璃 好 這個樓梯口也挺酷 是的 它是 這些叫什麼 工業風 是的 水泥 水泥牆黑色 好了 現在我們終於拍完片了 又很餓了 因為已經到吃午餐的時間 已經1點半了 現在跟大家來看看 在Vancouver House附近有什麼好吃 其實Vancouver House 下面樓下都有一個 新鮮的超級市場 有些西餐類的 好像有法餐 有麵包 在那邊 其實很近 其實走路都可以走過來 我想5至10分鐘 已經可以走到這個位置 不過我們也是駕駛了車過來 因為可以停車 我們今天想吃一些中餐 所以再過來這一間 在Granville 橋底 簡直好像在水上的餐廳 名字叫長安 我們之前吃過一次 裡面有些扁平 那些不同的中餐類 其實是西安食 但也有很多平時大家會吃開的食物 網友分享 對 那個不是網友 是嗎 是我的客人 是的 這個是其中一位 的客人跟我分享 和我們來吃過這個飯 我最有特色和最記得的 就是花椒雪糕 我看看這個午餐會不會提供 和大家看看 甜什麼 什麼來的 什麼味 辣的 我都不知道 好像辣醬 這是長安的食物 是長安的食物 燒雜粉到了 燒雜粉 這是什麼 粉 OK 我很喜歡吃粉 為什麼這麼扁 我把它切到很扁 什麼粉 菇 菇 好像是薑 好吃嗎 OK 菇雜粉 木桶和牛 哇 好多 哇 麵 有麵的 是麵來的 那些不是麵 我不知道形容那些 那些什麼來的 不知道 那些 椰 不知道形容那些什麼 這些是金菇 這碗又辣了 好辣 這個也有些什麼味 花椒 花椒 我都搭乱 港式口味是完全不同的 它落菜的香料 那些味道是 偏近內地 譬如說四川 又沒有重慶那麼辣 因為它長安是什麼 這是什麼 豆瓣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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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下去 它有一股 我能夠吃到花椒味 香料 有些香料 花椒的味道 然後微辣 對我來說是微辣 有點麻辣 麻辣 味道是 好像是我以前去四川重慶玩的時候 吃的那些味道 很棒 這個口味 很喜歡的嗎 不要那麼重口味 廣東菜沒有這個味道 沒有 完全沒有 上海菜也沒有這個味道 好 接著是肉炸鵝 它的名字叫肉炸鵝 其實都是一塊鬆軟的餅 裡面有些肉 總之是很流行 或者已經很久的小食 以前我在上海有做過一年 我們通常 一群女生 然後下午茶 都會去點這些肉炸鵝 比這個更大一點 有時我跟同事就一半分 我第一次吃在多仁多 上次 是嗎 對 我很小吃過 多仁多一次 很棒 放了東西進去我的電話 因為那時候很餓 一吃 立刻飽了 咬上紙 是嗎 其實是一個 脆的餅 對 然後包著肉 肉呢 還有一些汁水在裡面 最好不是 不是乾燈燈的漢堡包 但肉在裡面有很多汁水 我常常都好像坐在這個位置 不是 那邊 就是要有汁才好吃 如果乾燈燈的肉 我就不好吃了 什麼荔枝貴妃蝦球 貴妃荔枝蝦球 應該甜的 是嗎 好像真的有些荔枝味 先試一塊蝦 但不知道是什麼 所以想試一下 什麼 可能真的是荔枝 這道菜是超甜的 這是荔枝 對 是荔枝 超甜的 是甜醬包著 我還沒吃過荔枝 它是沾了粉 不知道怎麼煮 外面是包了一層粉 其實這道菜是有點像菇撈肉 我覺得 挺有趣的 試一下平時沒有吃開的食物 哦 謝謝 謝謝 好 很快 一跌筷子馬上有人拿給你 對 我心想這台人的人不知道是不是藥字 一來到就倒寫數 然後飛去牌子 特別照料 好像藥字仔 對 兩個藥字 吃不到飯 然後拿著機器不知道要做什麼 對 不然這樣看著 又好穩定 四個都睡覺了 哦 好啊 麻煩你 腰部很有趣 不知道為什麼呢 自從我們拿著機器 開始吃飯之後 就很多人招呼我們 對 我有一個 有一個迷思 就是覺得 為什麼人們到處服務態度特別好 因為我們沒有通知任何餐廳會拍攝 坐下就拍攝 他是沒有說不讓我們拍的 對 他沒有說不讓我們拍的 總之有一個錯覺 就是拿著機器吃飯 那些服務態度就會開始很好 因為 你會發現所有餐廳服務態度都很好 可能你本身是好 我也覺得是 你這個又是吃荔枝嗎 我沒有吃過荔枝 你沒想到用這種方法吃荔枝 對 不過我覺得這些東西好像偏鹹 你自己說吃荔枝 這些全部都是你點的 不是 拍攝的時候要 要割刺激 炒得清菜真的沒有東西好看 試一下吧 吃粥和清菜 是不是沒有東西看 不是 吃白粥和清菜 這個是第二次吃花椒雪糕 它奇怪得來很搞笑 又不難吃 有些味道 跟平時吃的東西很不同 我們這次再點一次 看看 噢 你打了粒花椒出來嗎 不是 不是花椒 蛤 辣不辣 總之是花椒味 總之是花椒味 總之很搞笑 可以吃一餐 第一缺兩餐 at least 這就是我們今晚的晚飯 今天這餐午餐沒什麼素材 我們沒點 最主要回家就是煮菜 對 回家就吃點菜 做個湯 那就搞定了 它有很多花椒火粒 見到嗎 有很多花椒火粒 可以結帳 可以結帳 謝謝 謝謝 他沒說過是和牛 是肥牛而已 是嗎 48元 貴妃荔枝蝦球46元 雜菌32元 肉甲膜28元 雪糕也9元 也挺貴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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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